华语小学堂诗配包 什么是华语小学堂诗配包呢 华语小学堂诗配包是专门为教师量身定做的教学法宝 让老师能搭配华语小学堂教课使用 诗配包里面的产品丰富多元 从课堂大教具、精美读物到创意美了DIY 所有产品皆由台湾儿童读物销售冠军的试衣文化独家授权 品质优良保证 让老师能有效地缩短四处寻觅教具的时间 吸引学生上课注意力并提升学习效果 走,一起去乔语小学堂第一册诗配包里面到底有什么吧 首先,要介绍诗配包里的第一样产品 小蝌蚪茶茶有声优良读物 透过这本温馨有趣的小蝌蚪茶茶 学生不仅能了解青蛙的成长过程 还能学习包容他人的观念 建议老师能搭配华语小学堂第一册的宠物单元 与颜色衣服单元使用 例如可以给学生看青蛙还是小蝌蚪的样子 让学生比较青蛙与蝌蚪的外形、颜色等 如青蛙有四只脚 蝌蚪却没有脚 青蛙是绿色 蝌蚪是黑咖啡色等 接下来施配包里的第二样商品是 小小孩颜色变色书 IQ视觉读物 孩童有80%的学习必须依靠眼睛吸收 而这本颜色丰富的小小孩变变书 能有效刺激孩童视觉 建立颜色形状的重要概念 建议老师搭配华语小学堂第一册 颜色衣服单元上课使用 例如学生可以观察 并形容颜色的变化 像是摆上动物卡前的糖果是蓝色 但是摆上动物卡后的糖果却变成紫色了 再来施配包里的第三样商品 是立体美劳DIY系列的巧手做玩具 这套丰富有趣的巧手做玩具 美劳书一共有6本 内含48种DIY立体纸工艺 主题包含动物、生活、人物、交通、商店等 建议老师搭配华语小学堂第一册 我的加一单元 我的加二单元 颜色衣服单元 玩具文具单元上课使用 例如可以请学生把做好的纸工艺 当成小道具并分组轮流表演小剧场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施配包里的第四样商品 狗狗图件 透过写实又可爱的图像 这本狗狗图件能让学生认识不同的狗狗名称 以及品种特征 建议老师搭配华语小学堂第一册 我的加二 宠物 与颜色衣服单元上课使用 例如请学生分组讨论 形容自己家里所养的 或心目中希望养的狗狗外形与颜色 再来下个要介绍的是施配包里的第五样 与第六样商品 小公主梦幻衣橱 与美少女职业Dress Up贴纸书 这两本通过安全商品检验 可重复黏贴的静电贴纸书 让学生能任意帮梳理的美少女选择 和髮型、服装、头饰、彩妆、指甲彩绘、鞋子、包包等 建议老师搭配华语小学堂第一册 颜色衣服单元 与玩具文具单元上课使用 例如学生分组讨论 去不同的场合要穿什么衣服或颜色比较妥当 最棒的是 这两本里面的贴纸是可以撕起来重复粘贴的哦 再来下个要介绍的是施配包里的第七样商品 水果爆爆绘本大书 这本水果爆爆绘本大书 是施衣文化独家授权的大教具 在一般市面上是绝对买不到的哦 超大版的水果构造图 与水果生长权记录 介绍草莓、橘子、柿子、葡萄与苹果 绝对是老师上课的最佳帮手 建议老师搭配华语小学堂第一侧食物 与玩具文具单元上课使用 老师可以上课让学生看不同水果的构造与颜色 盖领学生认识水果生产期 科别、叶、花、果 并请学生分享自己家里通常都会买什么水果 再来下个要介绍的是施配包里的第八样商品 Yummy点心时间抑制玩具 这套精美的Yummy点心时间抑制玩具 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小蛋糕、饼干、叉子、刀子、小盘子与贴纸 老师能透过这套寓教于乐的玩具 教导学生与人分享的乐趣 建议搭配华语小学堂第一侧食物 与玩具文具单元上课使用 例如学生分组写小剧场 并各组轮流上台用道具演出小剧场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施配包里的第九样商品 国字学习试字图卡 这套国字学习试字图卡 包含36张精美图卡 与一支有叉子的白板笔 正面是生动活泼的图案 背面则是文字练习版 给学生在学习完正面的图案后能学习国字 且字版能够重复使用 建议搭配华语小学堂第一侧上课使用 如汉字接龙游戏或汉字游戏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施配包里的第十样商品 小公主梦幻乐园 这套小公主梦幻乐园 三面立体手工大型教具 让学生能从角色扮演中 启发想象力、创造力与演说的能力 建议搭配花语小学堂第一侧 颜色衣服单元、食物单元、玩具文具单元上课使用 城堡中一共有三个场景 人于公主欢乐派对 梦幻公主城堡花园 以及俏丽公主购物天堂 让老师跟学生在班上也能自编脚本 用中文演戏